一名头戴金官的男子看着满地的尸体悲伤不已 这些都是和他一起出生若死的兄弟 你为欲碎 不为瓦全 银花拿起手中的剑准备自吻 却被魏冉射过来的剑阻止了 伴着领兵的魏冉等人 公子华整了整一领 身为王室子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贵 上回我们说到 蒙昂偷偷来到雍城 劝说了众多旧部将领归下 导致第二日还没开战 公子华的军营就散了一半将士 人心涣散 只剩下几个和他出生若死过的将士 他让众人跟他一起杀出去 干冒在众人走后 卷起桌子上的地图 投奔魏国 因为他知道胜负已定 自己留下来也是死路一条 秦昭先王继位第二年 以公子华为首的七名公子造反 在道义上他们是违背先王一命 兵力上还没作战就少了一半将士 魏战先淑 魏冉和白起攻下雍城 生情公子华和其他公子 除公子之乱就此平息 这便是战国时期有名的 寄军之乱 电视剧和历史是有些出入的 据史料的记载 这次政变的主角是公子壮 直接目的是争夺王 这场动乱使秦国陷入内乱三年 根据这些记载 我们必定以为 这场动乱对秦国影响十分巨大 然而 在仔细翻看史料的时候 却发现 对这场政变的记载非常少 秦武王死后 并没有留下遗嘱 说国军之位 由是来继承 所以面对这五主之物 公子壮 当然是要争一下的 可惜的是 通过合法的手段 他没有争过公子祭 可是他心中不服 于是联合诸公子发动政变 为什么称为 冀军之乱呢 因为公子祭 登基的时候是 冀月季日 冀月之后 象征新的开始 明认为 既同纪 预好 所以是冀军 公子壮 也不像电视剧里 那样懦弱胆想 公子壮的职位是 庶长 这个职位并非继承 而是靠自己 立功得来的 这也说明 公子壮 是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只是 实际不对 兵力不够 也没有民心支持 毕竟 盈济和米月 当政两年并无过失 国家日渐富强 百姓安居乐意 自然王位稳固 所以注定了 朱公子造反会失败 侍女急忙跑过来 告知米叔 王军已经杀进雍城 米叔王问公子华 和甘茂在哪 公子华呢 甘相呢 公子华生死不明 该相也不知去向 此时此刻 米叔明白 自己 已经败了 眼看夺权无望 并让 珍珠拿出 准备好的贺领红 几次想要一隐而进 却都害怕不敢 他不想死 白喜带人前来 看见米叔 装模作样 觉得很好笑 明明贪生怕死 还要装住一副 英勇无畏的样子 别在那装模作样 请吧 米叔很不甘心 自己落在这个下场 都怪米越 明明是他和秦王情投意合 米越也答应自己绝不示弃 结果到头来 却成为唯一的宠妃 为了夺回大权 重返咸阳宫 自己谋划了那么久 结果却一败徒弟 魏夫人这边 就算王军已经是攻他进来了 他还是拿着凤冠和宅衣 幻想着他的华儿已经登基了 他要风风光光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魏夫人的一生 都是为了儿子和魏国 眼看着自己就能穿上 这华丽尊贵的太后服饰 他不愿相信 迎华战败的事实 以及自己已经被母国抛弃 要是迎华夺位也失败了 谁还会记得自己 他不甘心就此死去 其实魏夫人和米叔一样 都是作茧自负 放着好日子不过 偏要作药 夫人 夫人 魏夫人到死 都还心心念念她的后卫 放不下手里紧握的凤冠 宣誓殿里 芈月和仲臣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这时 雍锐前来告知芈月 王军攻下雍城了 生情公子华和米叔 朱公子之乱就此平息 臣恭贺大王 恭贺太皇 军起大秦社稷 从此四海兄弟 八王一级 万国来朝 全球海边 明月知道 她没有辜负秦桧文王的重托 维护了秦国的统议 但这次叛乱差点毁了 秦国几代人打下了基因 损失惨重 七位参与叛乱的公子 都已经被囚禁起来 雍锐不知该如何处置 秦法上规定 叛乱之人 当如何处置 地下朝臣也无一人敢回答 毕竟这次叛乱的都是先王的公子 朝堂上也大都是秦国老臣 即使心里有答案 也不能作答 明月又问楚离子 该如何处置 楚离子也欲言又止 她身为大宗伯 秦桧文王的亲兄弟 这些公子 也都是她的至亲骨肉 她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永远所在的雍氏家族 也是秦国贵族 所以也不敢开口回答 明月询问老是正直的司马将军 臣以为当斩 不可 有何不可 他们都是先王之子 纵有罪行 真可与庶民同责罚 是啊 都是公子王孙 纵然是谋反 成者为王 败者 只是不关痛痒的轻乏几下 江山设计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 全然不顾祖宗庙堂 始路出没 八乡四叶豺狼横行 三五年后 他们高兴了再返一次 谁在意生灵涂炭 哀红便已民不聊生 不让他们付出代价 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铜儿戏 王子几万兵师 数十万庶民 已如大风吹过 遍夜不沾 如此国不成国 法不成法 一旦外敌到来 江山父王 呜呼哀哉 灰飞烟灭 剑敏月一定要 处死几位公子 处理死连忙跪下其事 四季愿意监督他们 绝不让他们再生时段 你已经多大年轻 他们多大 你能活得过他们 你要知道 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 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 乱我大秦者 当如何下场 太后 赵廷尉 依国法论 全部除斩 处理死听到 芈月要下令 处斩叛论的公子们 只好最后一搏 太后 你若将诸公子处斩 老臣 再不敢立于朝堂了 他不仅是秦国的宰相 也是公子们的大宗国 如果自己保不了他们 他也无脸 立于朝堂上了 芈月听后 走到处理死面前 我不受任何人要求 他觉得处理死太过感情用事 自己要是和他一样优柔寡断 怎么能完成秦国一统天下的报复 完成秦桂文王的夙愿 处理死见芈月 头也不回地走了 觉得自己无缘面对列祖列宗 他向头上的官帽取下 向着君王宝座行大礼告别 转身落寞地离开了 不只是老臣们 盈济对于母后的做法也表示不解 这些叛乱的公子都是父王的儿子 自己的手足兄弟 芈月告诉他 这话对也不对 他们是先王的儿子 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并不是手足 手足是什么 是互相扶持 互相依托 但他们 只是磨的血量 互相厮杀的刀刃 他们一出生 就注定要彼此斗争 为了王位 杀了无辜 毫无手软 这也算是手足吗 单纯的继儿 反问道 难道不能像父王和处理死那样吗 芈月告诉他 他们是兄弟 也是君臣 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 为君者爱护臣相 处理死这么多年 安于本分 为秦国尽职尽责 这样的兄弟 芈月也给营记准备好了 为良人的儿子公子池 君人的儿子公子雍 都是心堪情愿臣服 有这几个兄弟就足够了 善良的营记 还是希望母后 能给他们一次机会 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 这几年之中 无数次派人劝说 他们放下武器 入朝归来 可他们都拒绝了 这几年里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 扩大地盘 招兵买马 穷兵独武 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 法度废齿 农田荒芜 人心混乱 多少性命葬送在 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 这是他们的大罪 百身莫赎 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 就可以免罪 那还要秦法何用 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 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 他们会说 说母后不忍 天下人要围攻秦国 还欠理由 若因为怕 就畏首畏尾自费手脚 如何执政秦国 再者 既然这不仁的罪名 一定要有人背 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 营姬觉得他们是王族 人言千金之死不死于事 矫情 不死于事死在哪里 有人谋逆明明该死 却要我假意仁慈 发配他们到乱军之中 然后按时手段 或下毒 或坠马 或落崖 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我偏步 我要让天下人看到 我用国法杀他 名正言术 以警效应 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 我言出法随 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必矫情闻事 营姬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只是母亲这样光明磊落的人 为何要与义渠君苟且 然而在背后指使点点 明月告诉营姬 四季等他这句话 已经等了许久 于是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享 作者的每一个视频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哦